又有30名华人在南美洲被抓了 咋回事呢 7月4号这一天 按说是美国的国庆节 然后在哥伦比亚的沿海附近 就发现一艘简易的小船在海上飘 就很明显就严重超载了 对不对 然后哥伦比亚的这个安全部队 海军就出动了舰艇 就把这艘船包围了 就说这个船不安全 就把它引导到了一个区域 结果打开这艘船以后 吓一跳 在狭小的这个船舱里 一共挤着30名华人 这些华人呢 都是干啥的就不用我说了 他们当时正在乘坐着这些船 前往巴拿马 大家去过这个南美洲的应该都知道 巴拿马是连接北美和南美的通道 那么一旦经过了巴拿马 你就算是正式的进入了北美洲 而且这里面有26个是男的 4个是女的 目前已被转送到了当地的移民局 三名这个哥伦比亚的公民呢 因为运送这些华人 然后呢 被拘捕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因为它是叫运送人口穿越达连峡谷 那我们都知道啊 巴拿马的达连峡谷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不要说现在的大航海时代啊 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由于现在这些从南美洲过来的 这洗盘的人太多 大量的呢 都从这个哥伦比亚穿越达连峡谷到巴拿马 到2023年的前六个月啊 有创纪录的19万6000名 非法移民穿越该峡谷啊 几乎是去年同期人数的这个四倍啊 仅在四月份一个月 就有40297名啊 移民啊 为了去美国刷盘子 穿越这个地方 2022年的同期啊 要多了四倍 当然了 我们在这明确一点啊 大量的润到这个美国去的啊 主要是拉美人啊 因为拉美人在他们本国受不了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拉美啊 巴拿马啊 什么洪都拉斯 瓜多尔这些国家 本来都是不打地的国家 如果你去过这些国家 你就知道人均收入啊 大概只有个两三千美元 有一些七八百美元 有一些三四千 四五千五六千啊 基本上其实你如果要是拿咱们来类比的话 比咱们低个两三倍三四倍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或者有些国家比咱们低个十倍啊 这再加上他们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 所以说出现了大量的人到这去刷盘子啊 有些朋友可能就问了 那不对啊 那这些人他不知道危险吗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海上飘着 是有海浪吗 海浪是很大的 在海上的浪有可能到一两米 那他们这么多人趴在一个小船里 万一船翻了怎么办 那万一船翻了 那一船人就没了呀 对吧 那肯定很多人说 那不至于吧 那这么危险的还有人去吗 这么危险还有人去啊 你说为什么 我也不理解为什么 就我 其实我一再就说 大家不要搞这个 不要走这条路 这条路非常的危险 而且很多人啊 其实是被骗过去的 你明白了 其实你现在过去意义不大 很多人我其实劝退你们 没有什么意义啊 我就告诉你们 你到美国以后面临着什么 现在美国由于人数太多了 已经管不过来了 之前的那条法案已经失效了 现在美国的边境政策 最新的政策是 如果你们到达了美国 就美墨的这个边境的这些非法移民 你而且你事先就途经了其他的国家 你必须要在那些国家寻求庇护 就比如说打个比方 你到了哥伦比亚啊 你又路过了墨西哥 你必须在这些国家寻求庇护 这些国家啊 都寻求完庇护了 证明你无法留在这些国家 你才能来美国 否则的话 即使你到了美国也没有用 美国也不可能给你身份 你永远就失去了在美国拿身份的这个资格啊 可能很多人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那我在别的国家寻求一些庇护不就得了吗 我给你翻译一遍啊 你就明白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别来美国啊 你到了厄瓜多尔 你到了哥伦比亚 你到了墨西哥 你就在当地寻求庇护 对吧 如果你要在美国能寻求庇护 那你在当地应该也能寻求庇护 你在当地寻求了庇护 你不就不用来美国了吗 因为你在当地已经呆下来了呀 人家已经收留你了呀 你到美国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就没意义了 对不对 那如果人家不收留你 那你来美国干嘛 你不收留你再来美国 但问题是 人家不可能不收留你啊 除非就他都不要你 你明白吧 那意思就是你进了美国也没用啊 你进了美国 我们也不给你任何的东西啊 要么你就是在第三国 你先申请一个 你这一六圈你都得申请啊 然后你才能进来 所以说要不然的话呢 就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说美国它是什么态度呢 它也不好直接拒绝你 毕竟是白左政府 但它想了另外一个招数 尽量的让你们不要进来 就说即使你进来也没有用 我们也不要你 你知道吧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 很多人啊 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闹着玩的 你要知道一路上这是很危险的 你要知道你你到了这个啊 墨西哥 你到了这个厄阿多尔 你到了这个哥伦比亚以后 你就是三低人士都不如 你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 因为你是个黑户 你明白吧 那些地方又黑帮猖獗 毒贩猖獗 在整个的原始森林里 那儿的原始森林 我可有幸经历过 那可是真原始森林 那一条蟒蛇 那真能长五米长 那我一点没给你夸张 那个森林还非常的著名 跟亚马逊雨林 那是几乎一条 这个衍生出来的一个地方 那些地方你过去 那一下雨 那直接能起腰神 那你俩能到起腰神 就能到这种地步 所以说你穿过这个地方 就是你得这个热带病的概率非常大 就是你在路上出事的概率非常大 包括一些人渣 包括一些黑恶势力 包括一些当地的这些毒贩 都会对你敲诈 有些就直接把你当成那个 给卖了 你明白吧 所以说你千万别觉得不可能 因为你一旦你不合法了 你报警都没用 你报警你是什么人 请问 你以什么身份报警 你在一路上 你会经历千辛万苦 而且很多地方 由于你不能走正常的边境 你要去翻越高山大河 那那些地方真的就是你在原始森林里 那真的就是一涨水 可能你人就没了 我听说过这样的事 可真就不少 所以说你说你这么九死一生 你何必呢 咱们现在抛开这个不谈 你这些磨难你都经历了 你到美国以后 最后人家最后查算 因为你知道咱们很多 这个出来的都是3D人士 那3D人士 他是不懂英文的 他也不可能懂西班牙文 也不知道怎么弄 人家这些黑中间也不可能告诉你 你进来以后 人家不给你发身份 你没有用 因为你到这边以后 人家知道你没申请这个东西 就不可能给你一个让你工作的机会 或者一个工作的东西 那你就等于这一路的苦 你都白受了 那咱就算最后 最终你在这些官里都过了 你进来 你说我就进来了 好 美国我又能工作了 我终于赢了 最终你找到了一个刷盘子的工作 你说这个东西 你费这么大劲 你进来刷盘子 你九死一生 路上又躲毒贩 又躲黑恶事 又躲各种的人贩子 又躲各种的 这个各种的蚊虫钉咬 热带病 之后进来为了刷盘子 你说你累不累 真觉得是 我呼吁大家就别干这种事 尤其是我又看到 又有三十名华人被抓了 我真是常叹一声 就是大家最好是不要干这种事 太危险 知道吧 得不偿失 大家一定要尊重法律 因为你干这种事 你真的就是你出来了 就不再有你自己了 你自己说了就不再算了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 能给你背书 你就是一个黑户 你知道黑户是什么意思吗 黑户就是 你今天死到这儿了 没有身份证明 证明你是谁 没有人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你就不是人了 你明白吗 可能我说玩意儿 很多人不爱听 那你就不是人了 因为你不是人 你不再享受人的一切待遇 那你在路上出事了 那就真没了 这个东西 我就跟大家说明白了 你说像这些人这样的 幸好是被人警察拦下来了 你不被警察拦下来 你都不知道有 你要真出事的 说船翻了 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因为很多人说 那张国庆你上车了 你想关门 不是我上车了 我想关门 那我是穿热带雨林来的吗 我爸妈是 最早是穿热带雨林来的吗 不是啊 我爸妈是正儿八经的工作签证 我是正儿八经的移民签证 亲属移民签证 所以说我是通过最合法的途径来的 我上学的时候 也没有说没有身份 我们家就直接在学区那儿 就正常的买的房子 对不对 所以说我是一个从头到尾 就合理合法 合情合理的人 所以说我也劝你们 合情合法 合理合情 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干 你这么干了 没有人能看得起你 你最后得不偿识 还被黑龙街骗一笔钱 好吧 那行 那这期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以后什么有意思话题 再跟大家聊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